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明天和未来在哪里 手停口停之后怎么办 于是我还是没有勇气给我的铁饭碗说再见 一年前的一天 我的朋友邀请我到咖啡厅喝咖啡 走到咖啡馆的时候 我看到满桌不熟悉的爱多美的产品 我类心非常的抗拒 怎么在咖啡厅卖起产品来了 但是当时出于要给朋友面子 我还是坐了下来 当天有一位老师在分享 他拿出一把牙刷说 这是含有抗菌成分的 我就在心里怼他 一把小小的牙刷有什么值得可吹嘘的 他拿出一瓶化妆品的精华 说这是得了奖因时大奖 我心里就在怼他说 因为不知名的品牌都不回来参加你这个比赛 运动员和裁判员都是你自己 所以你就得了奖 一来二去 出于要给朋友面子 我的眼睛就在糗着 今天我买哪一款产品 维持我们有益的小床 我就可以赶快的逃离这个尴尬的现场了 突然他拿出一支防晒霜挤在我的手上 当他在我的手上推开的时候 我觉得完全没有刷白相的感觉 也没有任何的力感 吸收非常快 涂完之后 我感觉每一个毛孔都还能呼吸 因为我知道最便宜的抗摔就是防晒 但是因为以前涂防晒霜 涂完之后有一种脸被封住的感觉 不舒服 所以经常就没用 我在想 可以让我呼吸的防晒霜是不是我可以每天坚持都去涂防晒了 于是我默默在心里给他估了一个价 这支防晒霜估计400块钱左右 我今天就买这款产品回家吧 结果分享的老师说这款防晒霜只要66块钱 我一下又被禁了 因为在我心里根深蒂固的认为 钱认得到货 结果那么好用的东西还那么的划算 于是我慢慢的放下我的盔甲 开始听老师分享 哦 原来他分享的产品叫爱多美 来自韩国 产品品类很丰富 涉及到日常生活所需 而且都是靠口碑传播 在全球十几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了他的身影 我很庆幸 那支防晒霜把我留下来了 于是我和爱多美的绝别就从这支防晒霜开始 我就开始逐渐体验爱多美的各种各样的产品 比如说洗面奶 比如说牙膏牙刷 每当我用上爱多美的产品的时候 我都很想迫不及待的分享给我的朋友 想让他们也体验上这样的产品 这个感觉呀 就像我在哪里吃到一个好吃的餐厅 或者看了一场好看的电影 我不由自主的想分享给我的朋友 如果得到他们的认可 我会莫名有一种成就感和被信任的感觉 我慢慢的尝试着分享爱多美的产品给我身边的朋友 不出我所料 朋友们纷纷反馈都很不错 而且都在问爱多美还有没有其他的产品 他们的反应让我思考 说明一个普通的消费者 他追求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物美价廉 爱多美为什么能取得消费者的信任 就是迎合了消费者的核心需求 爱多美倡导的产品战略就非常简单 只有四个字 大众精品 那大众精品是什么呢 在我们过去的20年间 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语 叫消费升级 对吗 也就是说中国的消费者 随着中国的经济快速提升 消费者的消费需求 已经不光是追求产品本身的实用性和功能性 而是在这些基础上对产品有了更高的期待和体验 那就是希望买到的产品都是精品 但随着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真大 特别是2020年 中国以至来自全球的疫情影响 消费者的钱包里面流动资金其实并不充裕 消费能力骤减 那消费者真正的需求在哪里呢 消费者一旦见过最美丽的风景 他就会追求更高品质的产品 但又非常希望产品的价格足够亲民 那大众精品就是要让更多的普罗大众用上更高品质的产品 而爱多美的产品战略正好符合我们当今的市场需求 大众和精品合起来就在说一件是品 以优良的品质超值的价格 以更高的性价比获得更好的产品体验 最大程度的拥抱消费者 那提到优品良价 我们就会涉及到两个方面 一是品质一是价格 那我们在设计产品的时候 就会思考一件事情 到底我是倾向于品质呢 还是倾向于价格 爱多美的董事长说 我们不仅要提高品质 我们同时还要保持价格 我们不要做两者择一的选择题 我们要坚持同时做到 将对立的两者都选择两者择二 为了拥有更高的品质 我们会选用更好的原材料 产品成本在整个产品的价格当中占比比较高 这是我们保证优良品质的基础 不会为了降低产品的价格 来去削减保证产品品质的费用 我们只会降低各个环节的管理费用和流通费用 让消费者用超值的价格 用上高品质的产品 从事爱多美事业以来 我发现分享爱多美的产品 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因为爱多美涉及的产品 几乎都是我每天从早到晚都离不开的日常必需品 目前爱多美的中国市场的品类非常丰富 涉及到护肤彩妆 个人护理 生活居家 食品 我们的会员可以通过跨境全球购 购买原装进口的产品 比方说我们的健康食品 换力饮 红生丹 鱼油软胶狼 还有我们的护肤品爱斯洛特针岩系列 可以通过一般的贸易进口买到热销的产品 比如说 益生菌 普尔茶 洁面护肤四建筑 还可以买到我们中国本地生产的牙刷 保鲜袋 以及卫生巾 其中 我个人最想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我们的爱斯洛特针岩系列的护肤品 我相信 屏幕前的很多家人 都是因为这款化妆品被爱多美打动的 而这套化妆品 它有一项首创技术 就是细胞活化技术 这样的智能胶囊传递的技术 能够快速准确的将营养成分 送达到肌肤所需要的部位 也正是因为这个技术 爱斯洛特针岩系列 就拿到了韩国产业技术学会 颁发的NEP认证 那什么是NEP认证呢 就是首创卓越的科技认证 只有在韩国首创卓越的技术 才会得到该认证 我们的爱斯洛特针岩系列 从一面试就收到消费者的认同和喜爱 就拿17年9月到18年8月份一年的时间 爱多美的真言销售额已经超过了1000亿韩币 销售数量已经高达53万套之多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 爱多美究竟是怎么样做到优品良价的呢 我们从品质和价格分开来说 首先我们的品质保证源自于强有力的战略合作伙伴 科马B&H 科马B&H是韩国科马集团和原子力研究院 共同出资成立的第一号研究所企业 为爱多美提供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保证了产品的品质 另外爱多美在开发产品的时候 是无成本预算的开发 产品开发的阶段重点全部集中在 如何最大限度的提高产品的品质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价格 我们采取了一品一色和共同成长的原则 在选择供应商的时候 大多数的企业都会采取招标竞价的方式 对吗 供应商为了拿到订单 当然会用更加优势的价格 但是供应商也要保住自己的利润 是不是一定会在产品的品质上面有所压缩 而爱多美采取一品一色的原则 也就是说生产一款产品 那么在这个产品的领域里面 找到最优质的一个生产企业 我们的订单就只给这一家企业 同时在方方面面 帮助供应商开展生产降低成本 因为共同成长 我们与供应商形成了长期合作关系 企业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产品的研发 提高产品的品质上来 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只要给爱多美一个机会 你就会爱上爱多美 因为这个商业时代已经变了 我们以前要把一款产品或者几款产品 卖给很多人 那么我们就会非常的辛苦 要去不断的寻找新增的客户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脉支援都是有限的 所以很多销售事业 我们推进的过程当中都非常的困难 但是爱多美是把很多个产品卖给同一个人 因为爱多美涉及到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且同品类的产品同样的价格 我们在外面买不到那么高的品质 同样的品质 我们在外面买不到那么低的价格 于是消费者最终都会选择这个优品良价的好产品 这就是爱多美独特的吸引力 不是靠我们去销售产品了 而是靠产品本身的吸引力 去吸引消费者自主购买 让我们的分享只是分享一种生活的方式 有了这样的分享 我周围这样的同样的消费 就跟我自己产生了链接 我发现这是一个不会被淘汰的事业 因为你不管是在地震还是疫情 你不管是在70年代80年代甚至未来 你只要是个人 他就有正常的刷牙洗脸 洗澡洗头的需求 这些日常的消费就跟我产生了链接 我想明白这个背后的逻辑之后 我发现这是一个比我铁饭王还铁的事业 所以我毅然决然的辞掉了我的工作 成为爱多美的经销商 全身心地经营着爱多美的事业 每一束鲜花 它会用它的颜色和气味告诉你 它很迷人 每一部电影 它会用演技和剧情告诉你 它很精彩 每一款爱多美的产品 它会用它的品质和价格告诉你 它很惊艳 我们不用喋喋不休地去强调产品的好处 而是让消费者投入到真情实感 把自己喜欢变成对人传播 把临时讨论变成持续推荐 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聆听 感谢大家的聆听 感谢大家的聆听